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飞飞播报 那最近最热的一条新闻呢 就是被韩国媒体称之为人类尊严之战的 有着韩国围棋九段大师之称的李适时 还有美国Google公司研发的AlphaGo 来进行的一场人机世纪大对决了 那飞飞我昨天呢也是深扛了三个小时 从头把这个直播看到了尾 那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了 也有很多话在这里想跟您说 我记得李适之欧巴在第一次输掉比赛的时候呢 他说没关系这场比赛的输呢 并不会影响我其他的比赛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但是他昨天输掉比赛之后呢 他的状态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他说我的对手AlphaGo在这次表现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胜 别呀你可别这么说呀 我们可是把人类的尊严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那我还以为《终结者》只是个电影呢 那这么看来没准以后真的机器人能够攻占地球 并且统治我们人类了 真是太可怕了 那如果这场战争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身边的这些程序员们 可都是这场战争的带路人 所以咱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那我今天呢就有请到了一位程序员 来给我们讲一讲人工智能到底是个啥 出见吧 好的你好 那我们都知道呢 1997年由IBM生产的Deep Blue 已经和当时的世界第一的象棋大师 进行了一场人和机器的象棋大赛 那为什么20年后的今天 我们要换一个棋种再进行一次人机的比赛呢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象棋 国际象棋和围棋没有什么区别 但对于程序员来说 围棋是计算机世界的金字塔的顶端 因为它代表了所有 无论是从计算的数量上来说 还是算法来说 都是最难最难的一项艺术 我们称之为艺术 所以如果只要攻克了围棋 所有的棋类可以说都可以攻克了 那人工智能除了会下棋以外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呢 举个简单个例子吧 大家都用iPhone iPhone上面的Siri 就是一个语音识别的人工智能代表 还有谷歌的无人汽车 虽然出了一些事 但它也是一个人工智能代表 还有之前 前些年有一个叫Tuberty的比赛 IBM研制的Warsom 在比赛当中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然后拿到了一大笔钱 这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代表 那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这么好了 那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准以后 机器人真的会攻占我们地球 统治我们人类呀 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其实还有很多很复杂的点 需要去攻克 对于硬件来说 它当时深蓝用的是穷举法 就是在电脑不停地排列组合 所有的情况把你给列出来 这叫穷举法 但是对于围棋来说 它的运算量 它的运算总数大于 所有宇宙当中原子的量 所以这是一个 不仅是我们难以想象 计算机也难以想象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运算的方法 之前的穷举法肯定不行了 这次用的是蒙特卡洛算法 它不是一个最优算 它只是算出了一个胜率最高的算 所以这都是一些改进 但是我们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改进 而且还有需要跟我们的仿生学的专家合作 一块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但是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需要走 好的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那刚才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我们ACM的技术大牛了 那也欢迎你以后再次来飞飞播报做客 好的 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消失吧 好了 说了一大堆 一句没听懂 程序员呢 总是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那现在呢 还是让我给您介绍一些 我觉得在比赛现场中 您一定会关注到的一些细节吧 麻烦导播给我换一张背景 那在比赛中呢 在后排这三位呢 都是裁判 这位呢 是独秒裁判 这位呢 是孰子裁判 那这一位呢 是计时裁判了 那计时裁判是全场最累的工作了 他的工作就是每当理事时下完一步棋之后 他就在电脑上戳一下 把时间让给对手的时间 那这位孰子裁判呢 就是在全场结束之后 走到场面上来 数出双方的这个棋子的数量 来判定谁输谁赢 那这个独秒的裁判呢 他就是催命判官的角色 他要提醒李适时 一定要在两个小时之内 完成全程比赛的下棋的步骤 那坐在这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本场比赛中 充当AlphaGo 还有李适时交流的这么一个电话 或者说是桥梁作用的 黄世杰博士了 那黄世杰博士呢 在本场比赛中 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他四个小时都没有去卫生间哦 黄世杰呢 作为Alpha围棋并列的第一作者 同时又是一位业余围棋六段的高手 黄世杰博士 今天肯定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那黄世杰博士旁边的这个 萌萌达电脑呢 当然就是AlphaGo啦 那另外一边这个 也是同样萌萌达选手 不用多说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李适时大师了 那李适时姓李 但是呢他也不叫适时 他叫这个时 那这个时呢 是在中国汉字里边 没有这样的写法 所以说呢 中国的媒体 通常把它写为石头的时 早年呢 李适时棋风锐利 擅长大规模的搏杀 成绩卓越 近年来随着年纪的建长和技术的逐渐成熟 开始转变为全能棋风 能攻能守 刚柔并进成为一代旗舰巨匠 李适时的厉害之处 在于他的下棋风格 缥缈凌幻 时长有神来之笔 坚有强大的战力 并且计算极为精准 同时他有着高水准的心理素质 世界大赛上常在落后的情况下迎头赶上逆转拿下胜局 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与中国的围棋棋手鼓励九段 有过多次的交锋 受到很多的关注 那细心的您一定注意到了 李适时前面的是他所代表的韩国的国旗 那AlphaGo是美国Google生产的 为什么前面画了一个英国的国旗呢 AlphaGo是由英国人工智能科技公司 Google DeepMate年发的 这公司2010年成立 前年才被Google收购 现在公司也还在伦敦 他的三个创始人都是英国人 都在英国读的书 最主要的创始人以及现在的老板 Demis是在UCL的计算机精神科学中读的博士 这个专业在业界极有盛名 可以说是欧洲的一霸了 李适时欧巴呢 虽然是两场都输给了AlphaGo 不过呢 中国围棋选手柯杰 在微博上的一段霸气的自我介绍 还是让不少人看到了希望 他是这么说的 我叫做柯杰 97年出生 现在暂时是世界围棋第一人 我特地用了暂时 因为谦虚是美德 正式比赛 我是单盘8比2 碾压李适时 他赢得的这两盘呢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世界冠军获得过三次 大小国内赛事 冠军数次 我本来真的不想提这些 因为我是一个低调的人 是你们逼我的 虽然呢 我觉得很装13 但是我给这个装13的少年呢 打10分加1分 这1分呢 专门用于奖励他这种 狂妄的气质 人不狂妄往少年嘛 可帅哥还说了 就算阿尔法狗能够赢了李适时 他也赢不了我 那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年轻人 狂妄的气质了 不过呢 他也不是只会说这种狂妄的大话 他呢 其实也是一位 非常年轻 非常优秀的围棋高手 这个角度 哎 这样子 黑的居然拖心 下面不管了 居然拖心 走在着 走一个中国流 震动的中国流 那么这里不管的话 其实我觉得呢 怎么放呢 我就得再转个圈 再转个圈 不对 不对 我想想角度 哎呀 糟糕了 我这个方向感 反正这起白棋 应该在下面 欣慰 值得一提的呢 是今年1月份进行的 世界围棋公开赛 五番棋决赛 首局柯吉 直白棋输给了李适时 第二局比赛 由于几招不慎 柯吉落入极度被动的地位 当时在央视研究室观察的 齐胜聂未平生气的预言 其败局已定 并中途离席 但柯吉在最后的 30分钟上演神奇逆转 翻盘胜出 有人将刚刚过去的2015年 称为围棋界的柯吉之年 他一度世界大赛14连胜 刷新了孔吉 陈锋6年的记录 柯吉全年等级分 对局58胜16负 胜率为78.38% 去年的11月 柯吉以2687分 登顶国内等级分排行榜 成为国内第一人 这就是柯吉 他有着极其强大的技术能力 其风犀利 由善后发之人 其实我昨天一直还觉得 李师还有很大的期望获胜 没想到今天又是一场脆败 然后我彻底对李师失去信心了 我觉得他这次一定会输 我原来最开始我的预测是 李师失5比0那个 我觉得现在李师失能力一盘 就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事情了 因为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还看计算机这个刚好 又甚至有点那种 起风相克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计算机很少食物 后半盘很少食物 他前半盘又不行 前半盘就经常会落着这些下风 所以时候觉得李师失去想 营一盘真的很困难 看来人类社会呢 比人工智能社会要精彩很多 就拿今天这场比赛来说吧 李师失如果赢了的话呢 他能赢得100万美金的奖励 那如果AlphaGo赢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难道能给自己买一个鼠标垫吗 而且李师失呢 其实是咱们自己人 他是中国围棋贵州百灵队的主将 并且他与百灵队签署了一个 特别有个性的合同 内容是如果李师失赢了 他能获得10万人民币 如果输了他就分文不要 不过呢人家也是真有实力的 他在围甲联赛中取得了主将19连胜 这个记录是前无古人的 由于在中国的收获太过丰厚 他就只参加中国围甲的联赛 不参加韩国围棋联赛了 韩国围棋棋愿呀 气得是给了他一纸修书 让他修职 在今年与AlphaGo比赛也不是白来的 此次预定举行五局比赛 每场用时为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每60秒落一子 有三次一分钟延长读秒的机会 比赛采用中国围棋的规则 黑棋先行 黑贴三右 四分之三子 如果一方先胜三局 可获得奖金100万美元 比赛不提前结束 以下满五盘为条件 比试时可获得15万美元的出场费 同时每胜一局获得2万美金的胜举奖金 AlphaGo表示 如果赢得奖金将全部捐赠慈善之用 这100万奖金呢 其实是非常丰厚的了 在围棋比赛中呢 有很多重量级的比赛 他们获得奖金的总和加起来都不如这一次人机大赛的奖金高 在围棋中呢 如果获得春蓝杯的冠军 才能够获得15万美元的奖金 硬士杯的冠军可以获得40万 三星杯和LG杯冠军可以获得33万的奖金 希望呢 李世时欧巴再接再厉 一定要打赢啊 为人类们争光 那输的这两场比赛呢 不仅是李世时欧巴他自己着急 这个中日韩的很多网友也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在网上留言给李世时支招 中国网友怡红水木生说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机智的李世时终于放出了大招 拔插头 寂寞在孤独的旅行说 感觉不按套路下棋的可能性更大呀 把电脑弄懵不就行了 也有网友玩起了希腊字母梗 他们说 看来要战胜α 只能请出β和γ了 本来YouTube呢 是对本场比赛全程的直播 并且开放了下面的留言板块呢 让观众们可以实时的与对方交流 不过呢 这个YouTube把这个功能开了一会儿呢 就关掉了 原因是底下没有别的语言 只有中日韩三国人在那里互骂 我觉得呢 中日韩三国小伙伴的这个语言水平 真是特别的犀利 如果哪一天有一场辩论赛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Siri 然后如果要与人类辩论的话呢 一定要请我们亚洲人 Siri,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Star Wars? A fine question Now can we get back to work? No No or yes, your answer is no OK, maybe not Siri, what? OK I'm OK if you're OK Searching the web for Simon Pokey 嗯? 好了,那这场比赛的结局呢 就是AlphaGo连赢了两场 不过通过这个比赛呢 也证明AlphaGo不是一只有心机的狗 因为它不懂得隐藏自己的实力 来故意输给人类 不过呢 不管再怎么说 以后就算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真的能够统治地球 统治人类的话呢 我们也不用担心 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会有几个英雄人物站出来 我们平凡人就等着 坐享其成就行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战局 交给远在朝鲜的金将军 他一个原子弹过来 我们这边AlphaGo就报销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ACM之后的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